在和中国谈判前要先展示肌肉 美国成功进行了中断反导实验 大家好 我是施涛 12月11日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局 是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断反导拦截实验 那么他们是使用GBI也就是陆基拦截器 进行了一次末端反导能力的测试 那么在测试中GBI拦截器是成功的拦截了一枚 由C-17运输机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的靶弹 那么可以说这一次美国的中断拦截实验 它的无论从时间点还是从技术细节上 指向性都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都知道在一个多月前 美国进行的民兵三型弹道导弹实验是惨遭失败 那么当时我就给大家分析过 美国之所以要进行民兵三的实验 一方面是对战备的弹道导弹进行抽检 那么二方面也是对外展现美国战略打击能力的一个考虑 但是在那一次展示中 美国显然是失手了 于是很快美国就希望通过陆基中断反导拦截实验来找回场子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中美两国有可能在明年年初 要在华盛顿进行中美两国的这个军控谈判 那么军控谈判的重点 之一正是两国的战略武器 特别是弹道导弹 那么可以说在现在这个时点上 美国来进行中断拦截实验 正是对中国展现肌肉的一个行为 那么如果打成了自然之非常好 如果打不成了 那他还有时间能够继续补救 能够在谈判的时候能够获得较好的一个砝码 一个筹码来与我们进行套价还价 而另外一方面 从这个把弹的选择上 我们也能看出美国的针对性很强 美国这一次进行的这个实验 它有一个特色 这个GBI这个拦截器 本身其实是一枚三级固体火箭 它的体量其实就已经是相当于一枚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这么一个体量 但是在这一次实验中 美国并没有让它在三级火箭都点火的情况下 进行拦截 而是测试了两级火箭点火之后 直接释放拦截器拦截的这么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这一次美国是真正测试了一次 这个杀机用牛刀 那么这杀机用牛刀的目的也很明确 之前美国之所以在阿拉斯加部署 这个GBI拦截弹目的很明确 要拦的就是俄罗斯打过来的这种远程的洲际弹道导弹 而现在美国已经把这个所谓的假想迪亚 是切换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身上 它要针对的正是解放军目前手里 独步天下的王牌武器 也就是咱们的中程弹道导弹 那么解放军的中程弹道导弹 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技术水平上 那都是世界领先的存在 那么因此美军也不得不杀机用牛刀 用这种拦截洲际单道导弹的这个拦截器 来进行一下对中程导弹的这个拦截实验 还有美国这一次实验中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这个GBI拦截器首次使用了来自于陆军和海军的 这个雷达的指引信息 进行了协同交战的一个测试 那么这实际上也非常具有针对性 针对的就是西太平洋一带 我们说第一第二岛链之间 美国是部署了包括陆军的萨德 以及海军的这个各项舰艇上的 X波段的雷达在内 一系列的这个传感器 那么利用这一些可以说是前置的传感器 美军希望把数据进行融合 能够更好的更早的探测到中国方向 打过来的中程弹道导弹 然后再指引类似于GBI这样的拦截弹进行成功的拦截 以扩大拦截的范围 那么总的来看 这一次实验它的针对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强 那么这也是美国打算在军控谈判之前 向中国展示自己强大的防御能力的这么一副牌 但是我们说这个牌只要一打出来 那它就成了名牌 接下来到底是美国的盾更坚固 还是中国的毛更锋利 那么这非常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而我们自己自然是对解放军手里的这些锋利的毛 是抱有必胜的信心 大家对这期话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听众交流 谈心的关注 点赞转发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